乌克蘭士兵使用尖射飛彈 高喊一聲後對轉俄軍展開攻擊 海外乌克蘭人陸續返鄉作戰 32歲的波波維奇就是其中之一 穿著一身軍服19歲就到美國的波波維奇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回到父母居住的基辅 他曾經加入美軍擔任迫擊炮手 還在阿富汗服役過甚至專程返鄉保衛祖國 他也說俄軍進攻不如想像快速 但坦克持走會開禁基辅 他也說自己已經做好其一生的準備 南部港城奧德薩俄軍虎視眈眈 但所有人都已經準備好奮力一戰 連當地的俄羅斯人都跳出來大罵普京 根據統計三部全球的烏克蘭僑民 超過兩萬人正準備入境 要和祖國一起擊退惡捲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